最近美国各地的新冠确诊病例和因新冠肺炎住院治疗的患者数量有所下降 但卫生专家警告说 更多具有传染性的冠状病毒株可能马上会加剧似乎正在趋缓的疫情走势 并引发更加猛烈的疫情大流行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的数据显示 周三在全美国范围内共报告了125,735例新病例 这使得7天的平均每日增加的病例为每天14万4千例 与上个月每天近25万的新病例的高峰相比 现在的水平下降了约4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 美国确诊病例总数已升至2654万5905例 有45万273人死亡 无论是确诊病例数还是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 在美国人口最多的洛杉矶县 周二的新冠死亡人数攀升至1万7千人以上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安东尼·福奇博士在周三的电视采访节目中说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接受了COVID-19疫苗 而70%到85%的美国人 将需要在美国恢复正常生活之前 接种新冠疫苗 此外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截至周三晚间 至少33个州报告了546例 新型冠状病毒变种毒株的感染病例 陆住植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